我覺得國民黨永遠有把自己陷入 絕境的本事 明明就要脫離泥老 我坦白講這件事情 我我我必須要講 國民黨在藍白河這個過程中 我一開始就說 柯文哲拿到戰略的先手 而國民黨在戰術上處處贏得 贏得小利益 所以堆疊成勝國 我之前在那邊就講過 因為是柯文哲在藍白河這議題上 帥先說來比民調輸了我願意推 所以國民黨失去的戰略先手 因為那個時候國民黨包括侯正寅 沒有回任何東西 然後沒有接這個 所以那時候的民調看起來 是有受一些影響 柯有受到上升嘛 到了五天之後金輔充被迫應戰 或是說國民黨被迫應戰嘛對不對 可是整個戰術的細節處理上 金老師做得很好嘛對不對 包含陳志涵打電話來罵 包含柯文哲自己動不動就罵人 包含國民黨專委區等等 其實在昨天以前 我認為國民黨已經找到分手的正當性 對不對 大家就敢起來比喻嘛 對不對 已經找到分手的正當性了嘛 連包含業員只都說 對不對 一天接到五通電話 萊茵打電話去罵人嘛 對不對說 你不要再理科文 還有跟這 他是六通不是五通 對 跟他平常服務不多 電話沒那麼多 哈哈哈哈 你還是對他那個講理 有沒有去跟保安君求勞 跟給你嗎 那五通五通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我國內委已經結束了嘛 這像昨天去這個葫蘆寺 那個參拜三個人 喬八次位置 這很厲害 他超越數學的定理 你知道嗎 我以前是數理之後 我一路學數學 以前就告訴我數學是 完全不可能會有例外的 數學一加一就是二 沒有等於三 三個人最多強六次位置 你知道嗎 六接呢 對不對 三個人怎麼排都最多 就是六個排列組合而已 還可以搞八次 表示有重複嘛 對不對 柯文哲怎麼又被拉回來 柯文哲怎麼被拉回來 是C舞曲 三在排 這很奇怪嘛 對不對 好 那既然呢 昨天柯文哲也表態很清楚了嘛 我就是喜歡初戀情人郭台銘 對不對 就順勢分手了嘛 對大家都好 不知道怎樣 就今天早上柯文哲發一篇臉書 今天發文啦 金是金下的金哦 哇塞 國民黨把二個局全部輸光 說朱立元主席打給他 提了兩個建議 一個叫日本模式 一個叫德國模式 日本模式是立委提名人投票 不是神經病嗎 人家提11席 你提69席 說立委提名人投票 這跟吹牛 你六顆我六十顆骰子 有什麼不一樣 我六顆怎麼還就六顆六嘛 我六十顆我都看得到 你都吻屎 這有什麼好比的 對不對 德國模式更怪 那政黨支持多 可是問題是你投票是有規定 國民黨才能投是不是 還是民進黨才能投 中間選民啊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 我就是沒有支持任何政黨 可是我平西洋論 柯文哲就是比侯爾也好 也有啊 為什麼德國多黨制嘛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嘛 結果搞到現在 柯文哲直接派說 你們這是亂搞嘛 然後最帥是什麼 柯文哲直接說 比民調 誤殺法委內我退 誒 這很兇耶 差三趴我都退 等於我讓三趴 對啊 這很兇耶 對不對 等於是為期是先讓先手 加讓兩根子 對不對 你國民黨還不敢比 而且他現在一直說 那侯友宜你要不要回 對啊 如果你連我讓三趴 你都不回 或是你不答應 那你想想看 在選民的心目當中 會變成怎麼樣 變小狗 不敢的是小狗 對 這個真的是 這一手兩邊一下 你真的不懂 到底期要 對啊 而且重點來了 每一老店 昨天不是很衰鬼 三喀都侯友宜25 柯文哲只有19 四喀都 柯文哲23 不 侯友宜23 柯文哲只有15 都贏六七趴 六七趴還加3 對不對 要不要接招 對不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變成說 整個局現在變成說 非常非常慘嘛 明明國民黨就找到 分手的正當性 明明社會上已經開始覺得說 柯文哲是個政治劈腿男 同時批郭台銘 又同時批侯友宜 又覺得柯文哲裡面的人 沒大沒小 陳自然沒事打給金服衝 這些我都公開罵過嘛 我的天秤已經倒向國民黨了嘛 國民黨倒閘 你的天秤還國民黨的領導 我不知道領導 領不領情 我剛剛不要慢慢跟你講 我昨天以前的所有 我今天以前所有節目 網上都找到 你去看我是不是罵民眾黨 我又不是這個 我是真的 因為我無所謂 藍牌合不合 對我來說哪有差啊 對不對 合也可以不合也可以啊 問題是 但是昨天以前真的是天秤 倒向國民黨 就一早起來傻眼 搞成這樣 第一次看過你這樣這麼好心 國民黨真的厲害 國民黨真的厲害